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3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模板语法之差值 在VUE2当中和最新的3的版本当中都给咱们提供了标准的模板语法 其中的差值部分又是最常用的技术之一 所以说今天做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还是先看一下VUE最新版本的更新进度如何 咱们马上试一下 通过这个网址看一下 咱们上次看到的是VUERC5 对不对 今天的版本是3.0还是RC5 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咱们还是基于这个版本给您讲解哦 好 大家咱们开始啊 今天的知识点其实就这么一个 我带您去了解一下VUE模板语法中的差值语法 其实很简单 马上开始代码部分哦 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这个和以前我的代码是完全的一样 这一是一个body 里面有个DF 叫做HelloVUE 咱们整体页面其实就是这一个tag 对不对 然后我后面定义了一个Bootstrap5的样式单 然后一上来就是差值语法 咱们先甭管 咱们先跳过去 往下看 看什么 看我VUE组件给您提供了哪些个数据 其实呢 我今天的这个文档就给您提供了 大家请看三个数据 第一 message 信息 中国足球没戏了 确实没戏了 年纪轻轻 20出头 是吧 脾气都特别的大 而且都是大富翁 所以说呢 中国足球 我认为也没戏了 再过个二三十年也是没戏 然后呢 这我给您提供一个原始HTML的数据 大家请看 我这个message数据呢 仅仅是一个文字串 对吧 但是我这个原始HTML呢 大家请看 里面加上了一个HTML的tag 其中还有Budelstrap的样式单 它能不能在页面上显示 一会儿呢 我会给您演示 同时下面我给您听了一个布耳直 是否禁用按钮 好不好 一会儿咱们都会用到 那我呢 先建个模板啊 把今天咱们代码拷贝过去 大家请稍等啊 这个Body拷贝过来 咱们啊 是这样啊 我先把这下面这个不准备给您马上讲的东西 先删掉 咱们一点点的拷贝过来 咱们先讲第一个 最初最简单的插值语法 大家请看 如果我的代码段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话 您马上就能明白 这个代码是干什么 我这个数据端提供了一个数据 中国足球 对吧 然后呢 在页面中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就是个插值语法 这明明是一个两个大括号 对吧 它为什么就能显示出这个变量的值呢 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mount函数 把这个ID绑定给了VUE内部核心 然后呢 整个VUE内部核心就能够操作咱们这个Doom数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会读到 如果是两个大括号相包围的地方 它认为您这个是一个变量 马上运行啊 这是最简单的插值语法 没有之一的简单 咱们试一下啊 今天呢 是第11课 然后呢 我点开这个index 大家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出来吧 插值语法 中国足球没戏的 而且呢 是蓝色 为什么是蓝色 因为大庆这地方 这个地方我给了一个波多斯巴五的样式单 是吧 标志它是primary 主色 主蓝色 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插值语法 后面那个空格可以不要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另外一个写法啊 怎么写 大庆看 只渲染一次 拷贝过来再讲解 大家请看 什么叫只渲染一次 v once once 咱们都学个英语的朋友都知道啊 一次 我就发生一次 对吧 怎么发生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写上一个span 给上一个v once 然后呢 再显示中国足球的那句话 然后呢 这我给上一个danger 很危险 对吧 大家请看 如果我这提供一个once的话 那么今后我如果在代码当中 变更这个message值的话 它不会发生改变 一会咱们试一下 怎么试 大家请看 我下面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我点击之后 会把我整个voe里面那个数据message内容变为 不要太悲观 虽然上帝看不到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我上面这个是直接绑定message对象 那么我点击下面这个按钮的时候 因为这个message对象发生改变 所以说上面的内容会跟着发生改变 但是咱们下面这个 因为我赋予了once只显示一次的属性 所以说呢 下面的message不会发生改变 咱们看看是不是我说的是对的 村盘 马上运行 Let's go F5刷新 那请看 这是F5刷新代表是页面第一次装载 对吧 那么这个显示是中国足球没戏了 这是红色的 中国足球也没戏了 当我点击偶的时候 不要太悲观 上帝看不到 但是下面大家请看 还是固执认为中国足球没戏了 为什么 因为我赋予了vonce 它仅仅是在页面装载时 装载显示一次 今后呢 就不再动了 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差识语法之用vonce的用法 OK 给您讲明白了 接下来 接下来原始html 这个也是非常的常用 但是呢 这个又有安全隐患 这个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咱们如果在页面中输出原始html的话 会容易被一些黑客嵌入他的脚本 是很危险的 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一家IT公司 对吧 为他做网页 当时我那边是刚学什么 谁懂啊 我呢 就当时是用了什么 PVP 然后呢 我就从这个客户端接收到的用户数内容 是吧 我就直接原封不动写在页面上 结果被人插入了脚本 挂马了 所以说 当时弄的挺不好啊 不但慢慢的学会了啊 这么这个OS安全 编码安全 什么注入安全等等慢慢学会了 好 咱们试试上 咱们看一下 我一上来 这个地方呢 我会给您使用vhtml 然后呢 显示内容 如果大家请看 如果咱们仅仅是用两个大括号显示的话 显示内容是什么 原始html 它会连这个币一起输出 为什么 它把它这个用户 咱们从这个客户端 或者说从这个服务器端接收到的内容 把它要做一个无害化处理 对吧 无害化就是说 用户咱们接收到什么内容 哪怕你是一段脚本 哪怕你是html的tag 它都会原封不动的输出 做一个htmlincode之后再输出 这样的话呢 保证咱们代码不会对页面上产生负面影响 对吧 如果咱们的系统有一个tag的白名单 比如说这个b就可以显示 比如说font可以显示等等 咱们系统中可能有些白名单 用户允许输入一些白名单 强调用户输入内容的时候 咱们可能会放开 就是说可以让用户输入内容显示一部分的html 这时候呢 就要用到这个vhtml的写法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写个vhtml 然后再把这个原始的html变量传进去的话 咱们下面这一行就能够显示出 我是一个加粗字体 同时还变红 恒大衰落了 恒大确实衰落了 好的 我们试试着 就这段代码 马上运行f5 注意看 大家请看 上面是咱们直接输出我的原始html 所以说有这个b 这class 这个testdanger 直接输出 对吧 后面呢 因为我加了一个vhtml 对吧 加了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呢 再输出的话 它就会把我文字串中html的部分呢 转译为真正的html进行显示 这个在咱们页面开发中 特别是在咱们开发这个什么 这个留言系统啊等等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常用 但是呢 这个地方有安全隐患 提醒您注意 好不好 OK 那咱们再往下 再往下是今天最后一个知识点 咱们要绑定一个按钮 当点击的时候 这个按钮变为不可用 用这个vbond 这个其实也是个差值语法 对吧 让我绑定什么 我绑定一个disable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为什么可以绑定 这个属性并不是我自己建的 而是html5里面这个按钮 这个tag 就带这个属性 只不过我把它绑定到的VUE上而已啊 然后呢 赋予一个值 对吧 呃 如果它是这个真 就不显示 disable嘛 若是假就显示 对吧 好 咱们再试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应该比较简单 然后我这用户这个点击我的按钮的时候 会给您报一个按钮不可用的情况 看一下 他请看 一上来这个按钮是可用的 对吧 vbond 对吧 我我给这个按钮绑定了它的disable属性 对吧 然后当我点击的时候 我点击的时候 它会把我这个disable的按钮设为true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上来是false false什么 就是说可用 对吧 那么如果称true的话 这个按钮就变为不可用 那么就因为我这个disable的button 这个日语翻译叫button 难听 绑定到这个disable属性上 那么这个disable属性一开始是false 现在变为true 那么也就是说它不可用 也就是说 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按钮会变为不可用 咱们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Let's go 大家请看 我还能点吗 死了 不能点了 我还能点呢 对吧 这就不能点了 颜色也不同 对吧 这个就是说Vue还能配合这个 怎么说呢 Budelstrap的样式栏进行个显示 你看它是这个Budelstrap中如果不可用按钮 它就是个变灰 对吧 确实是看到这个效果 非常的不错 OK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咱们Vue模板语法中插值的几个常用的命令 或者说指令 希望您能够有所掌握 真的不是很难 您把我代码下到本地跑一下 马上就能够明白 马上就能够学会 好不好 我今天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好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